哈吉雷可能成为61年来 对日本最具破坏力的台风 关东地区陆海空戒备 爱他就别摸他 德国游客在小琉球触摸绿锡规 遭疑似法办 内政部公布如果排除 蝉联国人死因之手的恶性肿瘤 平均生命将可增加四岁 您好 欢迎收看10月11号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国庆连续假期第二天 全台湾各地的旅游热点 可以说都是人潮汹涌 包括的是屏东小琉球 平均每天都会有上万名的游客登岛 都是为了当地特殊的自然景观慕名而来 不过就一名德国籍的游客 他在美人洞浮潜时 触摸到了绿锡规遭到检举 虽然发现他并未成年 仍然是按照了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法办 再次提醒了不得骚扰 虐待 猎捕野生动物 违法的话将可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最高30万元法金 海巡队员会请沙滩休息的 德国外籍人士进行征讯 只因为其他游客发现他们骚扰海龟 除了请来台自助旅行的德国籍游客 带回征讯 也行海洋生物专家判定照片海龟品种 经认定为保育类绿锡 本岸上海龟是行为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 入全岸移送屏东地方法院侦办 国庆连续假期 多数游客涌入小琉球 海巡队员在三呼吁民众 进行各项水中活动 遇到海洋生物 不接触 不干扰 不喂食 千万别轻易骚扰 以免触发 大海新闻南部 综合报道 连续假期期间 中部也传出了一起不幸的公安意外 南投的南岗工业区 有三名工人在高处搭建铁架石 不慎就从20公尺的高空坠落 三个人都重伤死亡 初步调查了三名死者身上 完全没有任何的防护装备 包括了没有戴上安全帽 也没有绑上安全索 不排除要针对业者来开罚 此季志工也在今天前往关怀 要协助家属来处理后事 三名工人往生 检察官及法医到殡仪馆相宴 家属悲痛 身上我没有一看 只要看他一眼 我们不聊得这么多 阳性工人的两个孩子 才念小学四年级和六年级 就这样失去了爸爸 失去家中经济支柱 另外两名死者的亲友 同样难以接受扼耗 现场完全没有防罪网 跟一些安全措施都没有 事故发生在10号下午 工人们搭乘吊车吊挂的吊栏 上升到高处 做钢垢收尾工作 在离地约20几公尺高的地方 疑似碰撞钢架之后翻覆 老检单位初步调查 现场没有防护装置 也没看到安全帽或安全索 操作吊车的料性男子被移送地检署 讯后以50万元交保 三人都来自彰化 是外包厂商员工 慈激之工得知消息 前往关怀慰问家属 看到两个年幼的孩子 令人心疼不舍 未来的路还很长 将全力协助 大海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日本如临大敌 因为哈吉倍台风来势汹汹 预计明天它的暴风圈 就会触碰到关东一带了 尽管在进入了低海温区之后 它的威力已经从墙台减弱为中台 不过依然可能是61年以来 侵袭日本威力最为强大的台风 因为它的七级圈暴风半径 足足就有300公里 比起台北到高雄的垂直距离 还要大 日本关东一带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要是台风的中心登陆的话 这灾情恐怕还会更加的严重 前夜线不少民宅都已经盖上蓝色帆布了 还用绳子和纱带加强固定 做好防台准备 日本气象丁警告 哈吉倍台风威力最强大的时间点 就落在明后两天 会为西日本到东北之间的大范围地区 带来破纪录的强风好雨 加上目前适逢大潮 恐怕还会加剧沿海一带的烟水激情 目前在路空交通方面 也几乎是预警性的停摆了 又增加了一个数据佐证发烧的地球 这是由美国的气候研究组织所公布的 全球共有29个国家地区 今年总计打破了400项的高温记录 以美国来说亚特兰大都会区 已经升级为极度干旱区 除了严重缺水之坏 还会使得森林野火灾情 发生得更为频繁 艳阳之下高温难耐 不只是人和动物快被烤焦 干燥的土地也出现一条又一条裂缝 美国乔治亚州在10月初面临严重干旱 干旱等级分为五种 深红色部分属于第二严重的极度干旱地区 除了严重影响水源供应 也让火灾更容易发生 不只乔治亚州 南卡罗莱纳州也闹干旱 重创农业 渔业和畜牧业 预计共250万人受到影响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报告 今年7月和9月是全球最热月份 欧洲受到热浪袭击 法国巴黎更出现史上最高温41度 天气有多热 根据统计 今年5月1号到8月30号 全球共有29个国家 打破近400项高温纪录 今年南北极海滨数量 已创下历史新低 气候变迁的警讯层出不穷 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 大安新闻 江口田编译 正式气候变迁 欧美各国的民众是选择走上街头 大声说出自己的诉求 包括的是英国的国际机场 有社运人士闯入了停机坪领头 发起占领行动 而在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 也出现了大型的塑胶团 呼吁的是拯救地球 大型塑胶船冲气象笔体 占据纽约时报广场 民众拉起布条 走上街头 高喊拯救地球的口号 我们在这里只要求 媒体和政府告诉真实 然后回答 那就是这样 这就是重要的 因为现在的情况 我们会向选择 所以那就是这样 我意思是很简单的 镜头来到英国的伦敦城市机场 前残障奥运会自行车手布朗 闯入航下 爬上飞机 企图瘫痪航班 伦敦抗议行动持续将近一周 阻断道路 瘫痪交通 目前已有500多人 遭到逮捕 类似的气候变迁抗疫 由环保倡议团体 反抗灭绝带领 在全球遍地开花 希望各国更重视环境议题 大爱新闻 罗文景编译 众所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 正式揭晓了 是由伊索比亚总理阿迈德 获得殊荣 表他在去年结束与 邻国厄力垂亚 长达20年的边境战争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 推开大门 万众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 正式揭晓 今年和平奖 是有43岁的伊索比亚总理阿迈德 荣获桂冠殊荣 表彰他解决邻国恶力垂亚的边界纷争 伊索比亚总理办公室 透过推特发表声明 以国家为傲 回顾2018年 就是这个历史性拥抱 让伊索比亚和厄力垂亚 结束长达20年的血腥战争 伊索比亚和厄力垂亚 对立的高墙倒下后 两国重启大使馆和飞机航线 电话线也一并恢复 让两国人民可以互相通话 阿迈德2018年4月以非洲国家最年轻领导人之资 接下伊索比亚总理一职 除了积极和厄力垂亚建立良好关系 也释放国内上万名政治犯 并将部分国家企业开放民营 让平民百姓有了更多工作机会 答案新闻中 我先编译 至于这个尚未露出和平曙光 甚至是风火连天的国家叙利亚 正是还越演越烈了 土耳其是出兵采取陆攻夹击 让失去美元的库德族军队 被打了落花流水 还殃及到无辜的老百姓 增加了6万人流离失所 一车接着一车 人们带着家当离开家乡 土耳其在叙利亚北方的侵略行动 目前已经造成多位平民死伤 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 超过6万民众被迫逃离家园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军 没过几天 土耳其在10月9号进军发动空袭 医院里嚎啕哨声不绝于耳 另一边还有家属相拥而泣 哀悼失去生命的亲人 土耳其政府说明 这次名为和平之权的军事行动 号称要清除边境库德族恐怖分子 并且建立安全区 把土耳其境内叙利亚难民遣返回国 曾经帮助打击伊斯兰国的库德族人 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联合国表示希望土耳其不要升高紧张情势 尊重人道关怀和救援 土耳其军事行动持续升温 许多人道组织都一同呼吁 让陷入八年内战的叙利亚 别再另辟战场 大家新闻张口田编译 今天是国际女孩日 联合国期望借此提高女童的生存权 受教权 不再遭遇到各种性别歧视的不平等待遇 不过刚发生在伊朗的蓝色女孩事件 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铁证 这名年轻女孩 她非常渴望进入球场里头来看足球赛 不过伊朗的官方 其实是全面禁止女性踏入球场的 认为这样会玷污到神圣的体育赛事 因此她是大胆的女扮男装 企图要闯关 却依旧失败了 而且被发现后 她由于太过害怕 最后选择是引火自焚 了结到自己的生命 国际足球总会FIFA 因此向伊朗施压 最后伊朗的官方是挡不住 国际间的舆论踏法 因此破天荒决定 要解除40年来的禁令 让女性得以合法的进入 国家级的体育馆 来观看体育赛事 深披红白绿三色伊朗国旗 大批女性走入首都德黑兰的 自由体育场 拍照留念 吹响乌乌兹拉 为国家队加油 这一刻等了好久 因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神职人员以女性不能目睹 男性衣衫不整为由 禁止女性观看足球比赛 40年后10号这天 伊朗搭局终于开放3000张门票 让女性入场观赛 国际间的舆论压力 主要是去年伊朗一位名叫卡达雅利的女孩 因为奖扮男装进入球场看赛而被逮捕 上个月她害怕入狱 在法庭外引火自焚 引起国际足球总会和女权团体关注 十号这场比赛除了标志女权的一大进展 中场伊朗队将以14比0击败柬埔寨 在队 没让球迷失望 欢欣鼓舞之余 未来女权团体的目标 将极力争取当地女性能有更大的自由 入场观看更多的赛事 大岸新闻 罗文景编译 世界卫生组织首度公布了全球势力报告 报告宏指出至少有22亿人势力受损或失明 绝大部分是近视 远视 青光眼以及白内障 不过专家也提出了 其实这22亿人当中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眼疾 是可以透过预防或是治疗 避免持续的恶化 双眼紧盯荧幕 廉价追剧 无疑是厌世上班族的小确幸 但您知道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首度公布的视力报告 全球约三成人口有视力受损的问题 世卫报告指出 视力受损或失明的22亿人当中 大部分是妇女 身障人士和低收入族群 而且至少10亿人的视力问题 可以预防或治疗 因此世卫组织特别呼吁 各国政府得更重视眼睛保健的问题 眼睛保健不可少 因为在人口高龄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下 越来越多人眼睛受损却不自知 我的名字是安泰尼 我23岁 我连续联网 每次联网络联网新的季度 我必须在一起观看 世卫组织呼吁定期接受检查 遇到眼睛问题 得寻求专业眼科医师协助 才能避免灵魂痔疮受损 大家新闻中部先病 健康话题 带您回到国内 可别轻忽脸上任何细微处出现的警讯 有一名60岁的男性 他的下嘴唇冒出了一颗大痘痘 却迟迟没有消除 他其实刚开始是不以为意的 不过最后确诊了 这不是一般的痘痘 而是从肾脏转移到脸部的癌细胞 发现时已经是肾脏癌末期 经过治疗回天法术 60岁老先生血尿近半年 下嘴唇还长出痘子 因为不痛不痒不以为意 整肢却是肾脏癌 我们的病理报告告诉我们说 嘴唇的这颗东西 其实是从肾脏癌转移过来的 那在全世界文献上面 这样的一个转移的一个部分 是非常罕见的 医师表示无痛性血尿不可大意 另外有家族史肥胖抽烟 慢性肾脆结以及长期洗肾 都是肾脏癌的危险因子 我们发现肾脏啊 它有一些不明的疼痛 或直接摸到有硬块 那甚至是有血尿的时候 一定要尽早就医 因为肾脏癌的早期 它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一个杀手 腰痛腹部肿块或是血尿 虽是肾脏癌点息症状 一旦出现多半已是末期 医师呼吁民众最好定期 做身体健康检查 才能够早期发现及早治疗 大爱新闻学员林陈立伟 高雄报道 国人目前的平均寿命 是80.39岁 难证部也公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 如果去除掉国人死因之手的 恶性肿瘤 这平均的寿命可以提升3.94岁 足见这抗癌防癌的必要性 健康当道 中南部有机蔬菜运到台北 广受民众青睐 这边的销售额会比较高一点 大概比其他县市高多少 有两倍 因为现在年龄大了 比较会注重饮食 不敢在外面吃 有荣耀的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 你一个致癌物如果短期吃个 一阵子可能不会有吃 可是你长期累积了十几年 你一定是会有问题的 近几年的比如说有机饮食 一些比较健康不要太油 不要太辣的食物都会有所改善 廉价有机市集 仍潮落意不绝 从饮食下手降低离病率 尤其是恶性肿瘤 内政部公布去年国人平均寿命 80.69岁 如果分别排除恶性肿瘤 心脏疾病或肺炎 其中癌症可低高的岁数最多 一口气增加近四岁 加上肿瘤又是属于中老年疾病 平均发病年龄50到70岁 乳癌55 肺癌57 肝癌 头颈癌等等更在60 成了拉低平均寿命关键因素 你还是很小的时候 就想办法先把它处理掉 对 免得长大了 你就是中晚期才被发现这样子 死亡率如果是早期第一期的话 存活个十年以上 应该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可是如果拖到第四期 平均就是 就算你有标靶药物可以用 大概是两年多的时间而已 筛检可中断癌前病变 政府补助乳癌 子宫颈癌等四大项目 只要能早期发现 就能降低三到四成死亡率 平常注意饮食加上运动 都是延长寿命不二法门 大家新闻 萧志杰 许英豪 台北武道 全微信的组织 美国心脏协会所公布的 最新医学报告 这是养毛小孩 也就是宠物狗 除了疗愈之外 还能够降低人类的死亡率 也能够大幅降低六成 心脏病发的风险 不过这只是一份观察型的报告 后续的直接关联性 还必须要进一步的临床实验 不过精神科的专家也提出了 其实从心理层面来看 包括像独居者 还有心理疾病患者 的确养毛小孩会带来实际的幸福感 毛色雪白的优打 一进到狗公园 就兴奋地横冲直撞 不一会又突然就地便便 受到养狗免不了麻烦 但于小姐认为优点还是很多 养狗的人我觉得个性会比较外向一点 比较活泼 那陪伴你啊 所以回家就不会一个人这样子 国外就有报告指出 养狗的人跟没有养的人比起来 死亡率下降百分之二十四 心脏病发的死亡风险更降低六成 虽然是观察性研究 无法直接把养狗与降低死亡率划上等号 但精神科医师指出 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确实与健康息息相关 肌肉关系良好的时候 催产激素分泌会增加 它会带来幸福感和愉悦感 心血管系统就会比较稳定 大力荷尔蒙的分泌也会降低 就会让我们的整体身体机能 处在最佳的运作状态之下 这只也是我的啊 都是你们的 这只养多种啊 这只养八年 它拔水然后它失睡 他们就是会跑到旁边 就是要你抱抱 他们就是会舔舔你的脸 放你擦眼泪 这么疗愈 难怪现在人都把狗狗称为毛小孩 爱护他们的同时 生理机能也获得正循环 大力新闻 杨远子张略嘉台北报道 守护你的眼 这是连续六年 刺激在菲律宾的海燕重灾区 举办的眼科疫诊 隔了一年 73岁的爱丽丝丽塔 在建一年前 帮她动白内障手术的医师 熟悉感全都回来了 今年她完全放心地 把另一眼的手术 再交给自己 我失去做得更多了 我失去看 我失去看 我失去过的你们 我失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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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 今年的议诊 志工借用了奥莫克的地区医院 筛检这一天 除了医护团队 还有很多当地志工 主动承担服务人物 我看到他们很高兴 那他们很高兴 在这种职务的职务 他们很高兴 他们很高兴 之前的职务 我认为自己的职务 我认为自己的职务 但在职务之后 医护与志工 起手连心 要把医疗束光照亮奥莫克 南非德本的慈激人 是南下400多公里 跨省份到了另外一区 教导本地志工 如何家访还要做到士兵有请 南非德本慈激人 带着贡布本土志工 轻送爱心米 士兵有亲不只心意 更外显于行动 这可不是慢动作画面 访试团队很多都是步履蛮山的 阿嬷级志工 下一户96岁酒病卧床的阿嬷 记不得上回何时洗过澡 因为想洗澡 得先从披柴烧水开始 阿嬷级志工 副出也要做到让对方酥心 访试后聚在一块地共修凝聚到心 他們生活赤平 心卻不平靜 帶新聞 珍善美之公 南非報導 印尼看到這群人 如何成為緊繃親子關係之間的潤滑劑 不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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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打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 为了无论你问你出发 你去打电话 只要有点 总共汇圈 她说新鲜 家中王 新鲜 清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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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我认为了解零件事与人们的问题 很严重,非常严重 很严重 很严重 因为在最多的地方 我认为了解零件事 是家庭的家庭 和家庭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组织 一直在社会的社会 尤其是关于孩子和孩子 如果是正确的教育 在家庭的教育 如果你知道, complete鏡それは 父母必须跟和女朋友 当我曾讲父母 少 die像所痛 但 justamente随著 在教教的心位 要不要詠心 所以若政府把我 Просто訓ать 如果有少問題,肯定有少問題 跟老人家就一定不在聊天 如果有少問題 不在教育和老人家 尤其是跟父親 可能是在群星 我可能也想到跟父親 可能是跟父親的生活 很遠 所以不常 我可以建设计的社会和老人的社会 我的邻居是 孩子只需要在爱上 孩子只需要在注意 给予了,给予了时间 听听了什么他们想通过 想认识 因为当他们发现所有的事情 任何强盾都不会影响 他们的房子是寂寞 他们会继续温和舒服 再过两天 10月13号 正言上人当年是取奇谐音 1013发起了一人一扇运动 至今已经18年了 今天要带您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看看当地志工如何无分年龄 见及履及这一项爱的运动 2001年10月13号 意思就是说一人一扇 一灵一扇 就是一人一扇 我们要启发人人的善心 启发人人的皆胜虔诚 就是每一个人的心 就是充满爱 就想着要做好人好事的话 每天就在那种很和平的气氛之下 生活不很好吗 注意生活 这个人很重要 因为形象 然后笑容也是一种 一种供应 就是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尽量的去鼓励 或者输注 前面的我帮我们扶他起来 还有 同学朋友会的时候 还有我们扶他 一如一双 月明大大 校园吹起环保风 还要带领到马来西亚 笨针的一所华校 感受这一地环保风潮 亮眼的色彩 简易的搭配 人人手提一袋 这是今年流行的包款吗 我们比较不要用 Bark T-Bank Bark T-Bank 比较之前年后才会被服饰 所以Bark T-Bank 这个用环保袋比较好 因为它可以全部都使用 不用浪费这样多东西 北甘娜娜玉明华小二校 一年一度义卖会 邀请慈禧人宣导环保 小朋友也是退广大使 上次那个垃圾桶 可以丢个东西丢出去 不可以乱走垃圾 因为会污染大自然的环境 义卖会上立场减速 志工准备了环保袋和纸袋 民众响应代代相传 在银子里面 这些是很多银子 如果我去买工厅 买工厅 在外面 如果我去买工厅 一遍都可以买工厅 都可以买工厅 只要买工厅 那些是美国人 一遍都可以买工厅 除了减速的推广 志工也设置资源回收点 教导民众如何正确分类 他们有主动拿来 但是可能会分错掉 他们可能把那个塑料 已经是有肮脏了的 丢去塑料那边 但是我们会纠正他们 因为这些塑料 如果没有洗的话 就是垃圾 它就要拿去烧或去买 但如果洗掉过后 可以拿去给磁器回收 这样才不会浪费地球的资源 比起去年来讲 今年的资源少了很多 这个好现象 整体来讲数量减很多 也没有见到什么垃圾 蛮干净 他们也大致上 垃圾剥落地的意识 蛮足够的 环保需要更多人的身体力行 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与浪费 才能真正留给孩子们一个干净的地球 大爱新闻之上美志工 林秀莲 唐电光 马来西亚报导 宿妹平生的清水之爱 有年轻女性参与瓷器的造血干细胞验血 结果血管实在太细了 连抽塞回才成功 她却丝毫面不改色 觉得有机会救人一命 这点曲折还是很值得 台北大安区瓷器志工 举办造血干细胞捐赠验血建党 张正宗带着女朋友一起来 曾经发生过严重车祸的她 深刻了解 徘徊在鬼门关前的感觉 人生中很多时候 不是你可以选择你的健康 那如果说当自己 可以用自己健康的身体 来帮助到别人 那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做的事情 就读慈基大学 医学系四年级的王玉涵 也挽秀建党 她说自己的这个小小动作 会是未来世病如亲的最好体验 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 就是那些急需要骨髓的病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我觉得如果能够 这个活动能够越来越 就是盛大制药库 能够越来越多的话 真的是都是对病患的一个 一个福音吧 加油啊 没有问题 多数人抽血的针孔 都是扎在手臂上 但高子涵因为血管太细 针孔是在手臂上 而且扎到了第三次 才成功抽到血 不过他觉得很值得 经过前面三次 最辛苦的抽血之后 现在觉得很开心 因为终于抽出来了 然后也成功健达了 然后说不定有天可以帮助到一个 需要帮助的人 而这位明佩轩 父亲是慈激之工 对于捐水救人的观念 从小更深蒂固 如今到了可以建党的年纪 说什么也不能错过 我又在定期捐血 所以就想说刚好有机会 然后那就来 就是觉得自己有能力 能多一份力 能帮助到他人 也是一份不错的感觉 将爱封存在十兮兮的血液里 等待有缘人配对 尽管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机会 大家还是义无反顾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高爱芬 刘德顺 江孟茜 台北报道 大爱感恩科技公司 用宝特瓶纤维 制成各式的衣物产品 不过这盛云的边边角角布料 该如何做到彻底环保呢 现在是交由台南善化的 这一群婆婆妈妈 运用他们的好手艺 做成小饰品 和更多人结好缘 善化联络处的大爱巧艺芳 欢喜揭牌 巧艺芳作品众多 像是这俏皮的爱心兔 就是慈济志工亲手制作 仔细说明车缝方法 一小块布工序复杂 有些还要车边 志工团队充满热情 因为这些布料都是工厂 大批生产之后的剩料 透过巧手改造再生 大爱感恩科技里面 有很多的剩料 有一些产与的材料 可以用巧艺的方式 把它做成各种小饰品 来跟我们全省各地的会众 甚至以世界各地来结缘 善化联络处改建之前 巧艺芳就存在 但规模较小 如今志工妥善规划场域 扩大编制 巧艺芳它是一个接营 会众的地方 它是一个凝聚散气跟稻气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很快把巧艺芳 把它凝聚起来 在志工付出的一针一线当中 要让地球点滴资源 有最佳的发挥 大爱新闻 大家晚安 今天是国庆连续假期的第二天 前台各地依旧是非常稳定 非常晴朗的好天气 从微信图上面就可以看到 今天除了有微弱东北风影响台湾之外 其他地方其实都是非常晴朗 没有什么太特殊太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的这种状况 预计接下来这两天 一路是会维持这样子的好天气 大家依然是可以放心的安排一些户外的行程 不过从微信图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哈吉被台风的目前位置 已经到了日本东南方的海面上面了 而且接下来会持续的朝日本的方向前进 预计在明天后天 它的环流就会正式影响日本当地了 特别是在东海岸像是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 东京大阪等地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出现明显的风雨 所以特别提醒您了 如果现在有亲友正在日本出差或旅游的话 都要提醒他们多加留意天气 以及飞行航班的讯息的 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大家务必要多加当心了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天气状况 台湾各地持续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的 不过在下个星期一 东北风增强的幅度会更加的明显 到时候在影风雨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气温会再度的下滑 再转凉一些些 转成非常有秋天味道的这种天气状况 从温度的偏话也可以看到了 预计在下个星期一 高温在北部地区就会降到26度到27度左右 低温也只有22度左右 所以在下个星期一 大家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 就要多加当心您的船主了 可能要穿上薄长袖 或者是这个短袖再加上保外套出门会比较适合 感觉会比较凉一些了 不过现在影响台湾的东北风 强度都还不是很强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 东南部地区影响都不大 高温预计都还是会维持30度 31度左右比较闷热一点点 而早晚比较凉爽 26度左右的低温 好 再来进一步看一下 这个降雨的变化了 明后两天各地的天气都跟今天差不多 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但是在影风北海岸 东北角跟东部地区 雨量会多一点点 以及在南台湾的山区中午过后 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震雨 不过整体来说天气状况都很不错 还是可以放心地安排一些户外的行程 只是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刚刚提过了东北风会增强 这个时候在影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可以看到又会开始出现一些短暂震雨了 所以其实在下个星期一开始 不仅仅是会转凉 也有机会下起一些短暂震雨 北部 东部地区感觉会比较湿湿 亮亮一点点 大家外处也要记得携带雨具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整体来说各地都是好天气 不过在这个花莲跟台东地区 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震雨 以及在中南部地区空气品质 会比较差一点点 再加上明天有可能会有一波 今晚污染 伴随着东北风南下 所以各地的空气品质都会比今天再转差一些些 冰杆族群外出活动 就要多加留意空气品质的状况 必要的时候可以戴上口罩 保护身体健康了 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明天持续秋高气熟的好天气 不过在明天 这个礼拜天的下半天开始中午过后 东北风会开始增强 北部跟东部地区会转成湿湿凉凉犹雨的状况 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天气落差 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 衣准的部分就要多加的注意了 另外日夜问差室比较大一点点的 早晚比较亮一些 大家早晚外出 以下记得搭配一件宝外套 而现在哈吉倍台风 即将在明天骑行日本了 如果这几天有一些亲朋好友 正在日本旅游或出差的话 务必要提醒他们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爱一台的观众朋友 新闻即将告一段落了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谱题 接下来新闻内容会转到大爱二台 包括今年的诺贝尔温雪角 双人摘桂冠 太阳能动力传 让南发的观光变得更环保了 还有在健身风潮方面 现在是把智慧裤给穿上身 更多内容请您锁定 大爱二台稍后马上回来 拿起手机准备好扫描了吗 3 2 1 GO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是由两人共享殊荣 包括的是波兰的女性作家多卡迪 以及高龄76岁的奥地利作家 汉德克共摘桂冠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0月10号揭晓 因为去年瑞典学院性丑闻风波 文学奖暂停一次 因此今年一口气颁发 两个年度的桂冠得主 2018年由来自波兰的多卡丘 2019年则是由奥地利作家 汉德克拿下 多卡丘的代表作品有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充满想象力和热情的叙事方法 获得读者和评审的青睐 而她也是诺贝尔文学奖 有史以来第15位得奖女性 对历史与民主政治 十分热忱的多卡丘 也不忘提醒民众 在两天后的波兰大选 做出对民主有利的选择 另一位文学奖得主汉德克 以独特文字探索人类的经验 代表作品包括剧本冒犯观众 小说守门员对点球的焦虑 和电影错误的举动等等 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但2006年 他曾经批评诺贝尔文学奖 今年成为得主 心情无畏杂成 两位桂冠加深的作家 都是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人物 汉德克长期以来 极力美化塞尔维亚 在帕尔干半岛战争中的角色 并且否认波士尼亚种族屠杀 而杜卡丘则长期为多元性别 以及种族移民议题发生 高调反对波兰当权的 右派保守政府 也让国内对他的得奖消息 评价两极 戴上新闻江口田编译 南法风光明媚 这旅游经济也融入环保 太阳能动力船正式起航 安海色威2019年新作诈骗女神 剧中女主角在南法的奢华豪宅 坐落在全球知名的富豪度假区 滨海伯略 那是不预测的 蔚蓝的地中海岸 除了数不尽的豪华游艇 最近在滨海伯略 还掀起了一股太阳能风 连亮两颗灯泡的练力 现在竟然能够推动 一整艘八人座的太阳能船 天然节能又能吸引 注重环保有序的观光客群 让这位船长相当自豪 我觉得它很棒 它很棒 它也很高兴 它也很静靠在水上 它把声音的污染 非常安静 太阳能观光船能够达到技术突破 摩纳哥政府资助的 Monaco Tech新创公司孵化器 正式幕后工程 目前这个育城中心 正在大力推广太阳能交通运输 希望在世界各地 启动节能的智慧城市计划 马伦哥的公司就是孵化器的一个成功案例 它专门销售太阳能船给观光公司 例如船长拉格雷斯就是他的客户 此外相较私人游艇 售价动辄台币千万元起跳 这款八人坐的太阳能船售价是七万欧元 折合台币约两百四十万 除了能落实节能减碳 入手价格更是相当亲民 现在我们会有一个扇筒 这会让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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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是未来的 是宇宙的力量 从氧油用的用途 很棒的看到 这也是完全一样的设置 只能使用宇宙的力量 并非只能转动 甚至是很棒的 大爱新闻 陈慧珍 武贵镇编译 也因为随着健身的风气越来越盛行 民众对于穿戴装置也越来越讲究了 业者研发出了一款 标榜可以水洗的穿戴智慧衣 主打它所侦测到的人体各方面数据 比智慧型手表更多元 甚至更准确 这些衣服的衣服 这些衣服在这屋里 整个衣服的衣服 每个衣服用的衣服 都在用这些衣服 都在用这些衣服 那么什么 就在用这些衣服 这个衣服 到一个安装的衣服 是一件衣服的衣服 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 和一件衣服 和一件衣服 她 often exercises outdoors at this Greek university but her leggings are collecting data as if she's running in here a professional grade biomechanics lab that can measure and analyze practically every muscle movement in real time Labs like this are not meant for regular people they're meant for universities or to monitor multi-million Euro athletes and the problem is you cannot get one unless you're super rich but Dimitris hop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with his smart clothing company Tribe Wearables the startup makes athletic wear that measures over a hundred variables from muscle fatigue to motion, heart rate to coordination it was back in 2013 that Dimitris first shared his idea with a biomechanics professor who now works at Tribe his first word was that this is crazy really? what does this crazy young man is talking about? Nikos' skepticism was well founded the wearable tech that most consumers know was and still is dominated by smart watches and fitness trackers which just gather the basics but Tribe is trying to take on these products with clothes that collect more detailed and specific data using at least a dozen sensors each their stretchy machine washable products provide live observations to a smart device the goal? to help amateurs create more customized workouts and assist athletes in focusing their training for you and me, really seeing the nitty-gritty information that a mechanical engineer or a data scientist would see doesn't make sense so we make the information as easy to digest as possible the team says they're working with half a dozen businesses including a Chinese menswear manufacturer and a French startup and they hope their first products will start selling in mid-2020 smart clothes have been hyped up as the next big wearable tech for years but compared to the two largest segments of the industry smart watches and fitness trackers clothing like this is projected to account for just 6% of the market by 2023 according to Juniper Research yet, Dimitris doesn't let the odds deter him because his quest is personal a knee injury in college prevented him from playing basketball and his frustration during the recovery process is what spurred this journey for me, it's too late to do anything for this but it's not too late to prevent something from happening to somebody else 少吃精緻澱粉 多吃五穀雜糧 農委會推動了大量倉計劃 以契作方式讓農民和業者合作 銷售本土種植的雜糧穀 苦糖豆漿 國產的黃豆 大哥來喝喝看 積極推銷更強調原料到產品 通通是MIT台灣製造 因為像黃豆這種雜糧類 台灣產量少 導致消費者信賴度低 供貨一個不穩定的話 那我生意要怎麼做 黃豆的品質可能以往沒那麼好 可能我買一袋黃豆 我可能裡面樹枝也有 樹葉也有 就是分的沒有那麼的乾淨 那我倒不如用國外的進口的 台灣過去主推倒作 相較之下雜糧並不被重視 再加上多是小農 種植面積小 產量就少 但設備成本又高 因此曾經 99%都是國外進口 他們收完之後 還整理好 跟他們的統倉 實僑就要三個月半年 但是他們在美國的中期 來到台灣還要再半年 那從海要給他們 你要怎麼來給他們 改變雜糧類來源 近幾年政府改變政策 推出參與式契作 參與式契作的話就是 我們除了給農民一個種植的 SOP之外 還會 譬如說我準備要施肥了 我準備要灑藥什麼的 那我可能就到田裡面 去跟農民面對面 制定種植流程 也依時序決定農作種類 確保產量加強品質 和國外相比更新鮮更安全 目前國產比例也漸增 達6% 要讓大家看見 國產雜糧的潛力 帶來新聞靈體李明華 台北報導 今天不只是國際女孩日 也是台灣女孩日 這一場結合了 音樂會的野餐活動 邀請全家共同參與 為親情加溫 一家人拍照 爸爸好害怕寶貝們熱著了 帶著全家人 一起參加女兒節野餐日 不只行動上 也適時地用直筆表達出 對前世情人的疼愛 剛好有生兩個女兒 所以她對我的人生 其實有蠻大不一樣的改變 平常女兒就會表現很貼心 當你回來的時候 就會跟你說 你今天辛苦了 然後你今天在公司 做了什麼事這樣子 所以覺得 生女兒是一些很棒的事情 恭喜大家 媽媽與女兒的親子大考驗 默契滿分 旁邊的攤位 還有親子合理完成的創意料理 拿著愛的手板 又快樂得合影留念 家庭野餐日 現場有滿滿的幸福感 很多家長其實很重視這一塊 那因為其實台灣人 這樣的一個傳統觀念 其實會想要傳宗接待 那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我們有一部分的家長 會提出來說 那是不是有機會 去傳播更多的這樣的一個 男生女生一樣好的觀念 華人的家庭裡面 其實比較另於說愛 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這樣的活動 可以表達出親子之間的 互動的感情 而且大聲說愛 健康觀念 從家庭教育開始改變 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 都值得擁有一樣的對待和價值觀 國際女孩日 台灣女兒節加油 大愛新聞科興志台北報導 月底即將在花蓮舉行的 太魯閣峽谷音樂節 將會融合原住民的傳統音樂 還有古典以及現代爵士樂 就帶您先讀為快 入秋了音樂飛揚在太魯閣峽谷間 眾人靜靜坐在草皮上 聆聽美妙樂章 放鬆身心 不只有弦夜團的演出 還有東華大學原住民舞團的 天籁之音 讓不少民眾都駐足停留 專程跑過來 台中來了 好好好 先讀為快 先讀為快 準備26號再來 太魯閣峽谷音樂節首創於2002年 以國家公園的自然美景 與知性探索為核心出發 融合音樂 讓人實境體驗音樂的奧妙 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我們在地的各種原住民的樂舞 以及爵士樂 以及兩種的交響樂團的樣演出 他們特別聘請知名的歌手 林蔣先生來搭配兩個管制樂的演出 所以今年是以多樣的音樂 來響應給各位聽眾 太魯閣國家公園也在新城火車站 安排了接駁車供民眾搭乘 讓這個秋天有音符相伴 心情也跟著譜出美麗樂章 大愛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新聞最後帶你到菲律賓的馬明拉 這裡有一間天主教堂 舉行一年一日的祝福動物日 信徒開著帶著自己的寵物 到教堂裡頭 接受聖水的洗禮 以上就是這一節大愛新聞 感恩您的加入 我們再會 感恩您的經驗